大家午安,現在繼續開會 那我們就討論十四條 十四條第七款只有規定說 以緩刑期滿後未遇二年 這個容易發生輕重施行的結果 因為像其他的刑 我們也都是給緩刑的 另外就是第七款的規定 沒有就效率相仿的還期數處分 規定說還期數處分期間內後期滿後未遇兩年的消極資格 那麼這個恐怕也失去公平 再來第十款 是不是具有高中同等後以上學歷 這裡他們用說 由教育主管機關來認定 那我們看那個自學進修高級中學教育學歷鑑定考試辦法 跟那個自學進修學歷鑑定考試辦法 這個是考試鑑定 那國外學歷鑑定 那國外學歷的採認 是另外依照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 相關規定是由學校來採認 這個有所不同 所以這個規定由教育主管機關認定的文字 這不合適 十一款跟十二款 由我們禮拜一 各位委員所指出來的遺例 請一併參考 十四條 我們大概 剛剛民主長講的第七款 第七款 潛力要不要加 他們是不是要跟六跟七 這七款 於緩刑期內 或期滿後未遇兩年 是前面要再加一個秀有期徒刑 以上行之宣告嗎 我們就是提出這樣的意見 是不是就把十四條保留下來 十四條保留下來 大概第八款 他是五年 那大概參審的條文是兩年 然後 第十一款 第十二款 我們後來是刪掉 然後第十款 這個就是 國 就是受那個 國民義務教育的學歷 好 那十四條我們保留好了 好 接下來討論第十五條 好 主席 那我可以發言嗎 請說 那個十一款 司法警察是不是要另外 要加司法警察官 就是司法警察跟司法警察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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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通常在刑事訴訟法,提司法警察的時候還會再提司法警察官變類 為什麼特別獨漏司法警察官,我們不能明白,邱委員不在嗎?可不可以保留? 好,就是十一款這個部分應該是不是還要再加上司法警察官呢? 主席是那個消防員,第四款的消防員是不是也是要跟陳審一樣的考慮 他們當初是請求他們想要做嗎?對不對?不會影響嗎? 是 好,保留,那接下來討論第十六條 好,那主席我可以發言嗎? 民法你請說,不用再 好,那個十六條,就是那個第四款啊,他是限為或成為被告或被害人之法定代理人 那我們必須要回到民法去看,民法十五條之一,十五條之二,一、一、一、三之一啊,這個輔助人,他跟法定代理人相同都是跟被告或被害人具有密切關係的 是不是考慮應該要加輔助人? 就加一個輔助人嗎? 如果可以啊,因為他為什麼沒有加輔助人?邱委員不在 好,沒關係,我們就加上去就好了 是不是跟他保留啦? 我可不可以問一下,那個十六條裡面不得選任的部分,跟那個國民法官是不是也都一樣? 是不是都一樣?完全一樣嗎? 第四款的部分呢,另外一個法是有輔助人的規定,那這邊是沒有,陳如剛剛秘書長所言 那我可不可以請教一下,這些都是陪審員跟被為陪審員的不得選任嗎? 那如果跟審判長是嗎?或者是跟法官有這些關係的話可以被選任嗎? 我是說法官的關係要不要加進去? 十六條嗎? 對 是第幾塊? 十六條還是第幾塊? 這邊沒有啊 怎麼說? 我的意思就是說,十五條本來就是規範他的職業別嘛 對不對? 那十六條的話是規範他的職業別嘛 他的民法上面的親戚朋友的關係嘛 對 那陪審員或被位陪審員,他如果跟法官有本身審判長啦 有這些什麼八清等以內的話,是不是也必須要排除在外? 因為這邊沒看到啊 就是跟那個審判長那個職業法官 對,譬如說他可能是審判長的兄弟 那就沒有在這裡的排除在外啊 是不是這樣? 那可能他們是想說一行事訴訟法就要迴避吧 我不知道 所以我在詢問啊 對 因為我們這是另外的啊 這個不是刑事訴訟法啊 對,因為那個大概他國民法 呃,陪審員大概就是用這個 然後是職業法官可能用行事訴訟法迴避 好,那我們就保留吧 好,接下來討論第17條 就是可以拒絕的 這個,主席這個是不是我們看那個我們參審怎麼 因為這其實跟,呃,參審的 參選就是第16條 對,就是我們如果有不一樣的地方就 呃,我看一下 因為原則上應該是把它修正成類似的嘛 所以如果有不一樣的地方我們就保留 呃,等候委員來確認 那如果說一樣,跟參審一樣的話我們就直接 就,就沒有什麼問題了嗎 參選這一條我們是沒有保留 那他大概就是國民,陪審員他 就,國民法官他改了陪審員啦 有嚴重影響其身心健康 我,我對一下哈 很重大災害 大概都一樣,大概都一致 那十七條 十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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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我們十七條 是不是就照 時代力量黨團的提案通過 接下來我們討論第三節節明 請問跟我們有意見 沒有的話我們就照 節明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版本通過 好,接下來我們討論第十八條 十八條啊,如果由內政部來作業的話 這個可能會拉長作業的時間 因為那個,這樣子名測啊 那個數量非常的龐大 那如果是由直轄市啊 先是政府來召聚別審員的名測 這個,數量比較適當 另外也可以說因地制宜的效果 好,那這個內政部 也無從欲了 內政部我們今天有沒有請 來,那個護貞司專門委員 曹成廷 請說 幫主席 內政部這邊支持司法院這邊的意見啊 主要就是內政部對於地方法院管轄區域 並不了解 那同時依照本部的這個 各機關申請提供戶籍資料 以及清等關聯資料辦法的第八條裡頭 相關的規定 因為這樣的資訊 戶籍資料 它是透過這個申請應用 資訊連結系統來進行 而依照第八條的規定 是屬於全國性的 或者是跨直轄市縣市者 來向內政部為之 如果是屬於單一直轄市縣市的資料 就向各該直轄市縣市政府為之 因此本部一樣也是這個建議 就是由地方法院 向這個直轄市縣市政府 來通知 由直轄市縣市政府製作資料 提供給各地方法院以上 謝謝 好 那由地方法院來做沒問題啦 內政部的第一個理由有點奇怪 你怎麼會不知道各地方法院管轄的區域 大家公布門查一下就知道啦 對對對 要透過這個方式 好 那十八條我們還是保留 因為屬於不在啦 看一下他們的為什麼是內政部 接下來我們討論第十九條 請問各位沒意見 十九條那個第三款規定 先是政府民政局局長 那有的地方政府啊 他可能建制是民政處的處長 這個好像有缺漏 第四款呢 地方法院的轄區如果沒有律師公會的話 怎麼樣推薦代表 這個好像也沒有規定 十九條 地方法院管轄區域內律師公會推薦之律師代表 那現在是說沒有律師公會的是不是 我們就是還要加後段啦 就是還要再去加一個後段 如果沒有律師公會的話 對不起 然後 當時大家對那個社會公正人士 大家也有意見啦 保留太多也不好吧 主席你有政黨理由保留 因為那個參省這一條也是 類似的也是保留是不是 對因為我們卡在那個 社會公正人士一名 好那這一條就保留 接下來討論第20條 20條就是 因為內政部嘛 他還是要負責審查內政部 而且 他這個提名的審核小組 他也是才五人嘛 院長然後五位 但是如果 我們案件量大的話 案件量大的話 這個審核小組 他這個水庫都是一樣的嗎 這個陪審員的水庫都是一樣 跟你的案件多寡 有沒有關聯 那個邱法官 就是 我們基本上判斷就是 他雖然陪審的案件多 但是我們的大選 就是我們的陪審員的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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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樣的吧 是 跟主席和各位委員報告 大家可以看到第13條 我們是推測他版本的意思 13條 他有想說一個 叫做被位陪審員 復選民策 嗯 可是 復選民策 那初選民策在哪裡 好像沒有規範 那這樣子延伸過來的問題 包括等一下那個 21條的人數的問題就是說 那到底他的大水庫是在哪裡 中水庫在哪裡 就是會搞不清楚 所以 你說21條是不是 是 是 21條的那個第一項 他說人數不得低於45人 這邊嘛 那 像如果是 兩院會選版的版本 他有一定的邏輯嘛 從 最初的大水庫 地方法院承報需要的人數 讓 呃 讓這個 枝雅市縣市民政局 給予 一定 隨機抽選的人數 所以要人不會那麼多 就不會有剛剛內政部說的 呃 那個人數過多的問題嘛 那 如果照 我們警救條件來看 是沒有辦法看出這整個民策的一個 怎麼樣去做成的一個過程 那 因為 立法理由也看不出來 所以我們會 覺得說這個 呃 運作上不曉得 該怎麼樣去 去去執行 好 那個 那個 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討論到第二十條齁 那 因為現在在 討論這個 審核小組 還有這個 被選 還有陪審員的 名策 那 因為你們 採的那個 機關 要 第十八條你們是用內政部要來 要來 要來造句這個 陪審員名策啦 那 剛剛大家建議 還有主管機關的意見是說 應該是地方法院 但是這個 對 對 因為內政部 他們 可能也沒有辦法處理這部分的業務 那現在二十條 跟二十一條 你們的 那個 陪審員的名策 還有 那個 被選 被選陪審員 被選陪審員 被選陪審員的名策 對 第十八條的部分 因為司法院版 他是用 那個 地方 地方 地方法院 對 就是他們承擔責任 現在 現在是討論二十條跟二十一條 我知道 那 應該是說地方法院我們也沒有意見啦 就是 總之就是 要先有一個 名策嘛 然後 然後 之後 再從這個名策裡面 把 用隨機的方式 把這個 候選陪審員把它選出來 對 所以 第二十條 的部分 我們也是一樣啦 就是 因為內政部的想法是覺得說 他是不是跟民政 這個 戶政這邊比較有 關係啦 那這樣 他如果這樣的話 他用第十三條 的資格 這個可能他會比較好選 但是 當然 我們也 對 就是 如果 法院這邊可以做 當然 也不會堅持這個部分啦 好 那那個 剛出法官 他大概有 就二十條 有一些意見啦 那 我看我們現在也沒辦法 做一個確認 是不是 我們就保留 二十條 跟二十一條 來 內政部 幫主席 第二十條 第一項的 第二行 就是負責審查 內政部製作 這個 內政部這三個字 如果 跟剛才 第十八條相關的 這個是相關的 因此這地方的文字 是不是 這個 修委直轄市 縣市政府製作 如果是 剛才的建議的話 我們是已經 大家建議是往地方法院 對啊 如果有的話 是地方法院 因為你如果 內政部 內政部也沒辦法製作啊 一定也是各地方 縣市政府啊 這個部分 我們就保留了 保留 剛我們有保留十九條 的那個部分 我再發言一下 已經保留 就是說 剛那個 秘書長有特別提到說 縣市政府是民政局局長 或其指派之人啊 我建議這樣不妥 因為 縣市政府有分成直轄市 跟一般的非直轄市 可不可以 而且 民政局管的業務 他不會去處理社會局啊 如果跟身心障礙者有關的話 社會局 比較多衛生局 所以我建議就是 縣市政府 或其指派之人 就可以了 我只表達意見了 因為這條已經保留了 好 那大概就是 這個部分 協商的時候 所以大家再來做確認 好 我們接下來 二十條跟二十一條 我們都保留 接下來我們討論 二十二條 來 市民長請說 這個二十二條第二項啊 他雖然規定說 調查表的資訊呢 不得為本案 以外之目的而使用 但是 沒有處罰的規定 呃 那 事前過長的時間 交付調查表原本 呃 如何去防止有心人士 事前接觸或影響 獲選陪審員 這個不疑 是你們要 那個司法人認為需要要處罰是嗎 這是針對檢察官跟辯護人 檢察官跟辯護人 如果有違反 如果有違反 辯護人違反 律師法的狀況 或是檢察官有 違反這一個 法官法或刑法的規定的話 就是按照這樣來處理啊 我們有處罰的是在那個 我們的問題在說他時間太長 審判選任其日二十 就是 這是調查表 接載的 資訊 所以 微軟醫師說 他們揭露的 檢察官跟辯護人 他們有接到這樣的調查表 接載的資訊 都不能做 本案以外的目的使用 那也是怕他把 好 這些 我們的版本 候選的人 我們的版本二十三條 那個 第一項是 我們 是規定二日前 我們有這一方面的考慮 那兩日跟二十日 就是二十日前要交啦 那你怕是 這中間 就被 被那個 是不是 他會去 動手腳 是嗎 還是什麼 洩漏 洩漏 然後 就是 我們盡量縮短時間 避免有心人士 事前接觸 好 那個 獲選評審聯 那是不是 那個 邱委員可以改成 二日嗎 或者是 改成二日喔 對啊 或者你們的設計上面 因為你們比較多嘛 因為 那還是 沒有二日這個好像 好像我沒有看過 類似這樣的規定說 以這麼 那這個是時間的問題 還是說 可以先 現在是時間的問題 然後要不要考慮說 這些人要給他這樣 如果不遵守這個規定 要給他處罰 對 後者 後者這個 因為時間問題大家 我覺得都 時間問題不是問題啦 是說 要不要給這些 如果檢察官跟辯護人 沒有照這個規定走 違反規定的話 要不要處罰 沒有啦 就是 檢察官跟辯護人 假設 他有把這樣的一個 這個 名冊 洩漏出去的話 那當然就是 依照相關的規定去 去處罰 這是業務所知悉的秘密啊 因為他的業務所知悉的秘密嘛 但是那個 二十天跟兩天的差別是在於說 如果你兩天收到通知 馬上做決定的話 大家就不會 三位啦 嗯 二十天的話 台灣那麼小 那個 到時候那個 縣市政府如果這個名單 已經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會用什麼人 會做這個 陪審員 對 很多人都了解 電腦就是對於 不管是 減變的雙方 大概就有上下其手的機會啦 零單洩漏 二十天真的很長 二十天 所有的重要謠言 大概二十天 台灣可以走兩天了 所以 二十天我是覺得太長 但是兩天如果你覺得不妥的話 也許可以適當 增加 譬如說兩天 兩日會變成四日或多少 但是二十日真的很長 對 二十日兩 接近三個禮拜 你們 你們主要應該是要給檢察官跟辯護人去做一些相關的調查啦 你們這個部分是要做一些相關的調查 那做一些相關的調查 那大概就有一些風險啦 只是說檢察官跟辯護人 我覺得 本來就不可以這樣做啊 他們這樣做也不用這邊處罰 就另外有專業上的處罰 專業倫理上的處罰 像是這個時間點 那 不然的話就是說 是不是改成十日 就是說 因為一方面也要考量到 就是也要去有一些時間去進行 相關的這個調查嘛 那 因為 也許這一個 所揭露的資訊是不是 對還是不對 要去確認啦 好 那是不是 來 彭廷長 是主席 那除了這個日數之外呢 另外 就是究竟應該將這些候選人 他們的什麼樣的資訊給這個檢邊雙方 那是不是應該以名冊 就他的名字為憲 那 至於說他們的其他資格跟議院調查表啊 在我們的國民參審法裡面是 希望他們到庭來檢閱 那 不得操錄或涉影 以免呢 這個資料外流 或是造成有些 不當的一個情況 所以 在 所提供的資料的這個部分呢 也建勤參著 就是給檢閱而已啦 那 沒有 那是不是就是後段加一個 都是檢閱 只是看耶 他們 看可以 可以馬上知道嗎 用操的 也還不能操錄跟攝影耶 在參選這邊規定 這個 這個司法院版 這樣的話 他要怎麼做 要把他記起來 但不得操錄或攝影 就調查表提供他們檢閱 那就保留好了啦 好不好 再討那個 22條 這個問題 就是大家 第一個 他要怎麼樣 有效的時間內 知道這些資料 然後這些資料 又不會亂搞 然後 如果說 但是也要讓他能夠 有一個合理的時間 可以好好的 了解跟運用啊 22條保留 接下來我們討論 23條 這個條文啦 就是 就被告在庭的時候 對 候選陪審員造成的壓力的時候 要怎麼妥私的處理 並沒有規定 這個選任期日 在 參選大家 就是我們也是保留嘛 那只是說陪審團 他們認為被告要在 對 我覺得就尊重他們意見 就好了 因為 事法院版 之前有討論過嗎 就是如果你這樣做的話 你不具理由 你法院認為不適當 可以讓他不要在場 那你28條的時候 你不付理由 具缺權的時候 你沒辦法去處理啊 這之前有討論啊 就是被告 不在場 那你怎麼樣去 確認說 不得與被告 民事之一事相反 這 這裡會有這個問題啊 可是認為說 這一條就照 就是這個 提案 因為 陪審團他的設計 他是被告就有選擇權嘛 他自己選擇這個權力 選擇這樣子的一個制度 那叫接受陪審團的審判 他大概就會做相關的準備 不用用那個 參審的那個想法 來做考量 好 來劉委員 我可不可以請教一下 那個陪審員選任期日 是審判長應該通知嗎 還是由法院來通知比較好 這不一樣喔 就是 法院是一個機關 對 審判長是一個人 我們這個設計就是說 柯宇這一個審判長 有這個義務要去通知兩兆 等於是說這個就是他的 他主持的這個法庭 有點像他是主席這樣嘛 然後由他去通知兩兆 他所通知的部分叫做正式的公文書嗎 審判長有這樣的資格嗎 我們會 譬如說某某案件 是 假設 假設湯英生案件審判長 他會有這樣子的一個公文書蓋章 還是他只用LINE給你傳說 某某人你是陪審員你要來就好了 他的通知要符合那個法院的這個送打的程序 對 所以要法院比較好 那當然這個也是 我是覺得也是可以接受 不是不是 這個是 因為有法院送打的話 譬如說你碰到颱風天啊幹嘛的 他就有其他的一些行政救濟的程序 那你如果審判長 我說我有LINE給你啊 你不接到啊 這樣子接受 就是劉遠遠的意思就是 又有一個機關來統治 對又有機關為家好嗎 好 可以啊 這同意啦 同意這樣的做法 就是有法院通知檢察官廢務人跟被告到庭 就是 你說審判長改成法院是嗎 對 原來參審制的二次條也是一樣是法院通知的啊 法院才有公文的那個戳章吧 只有那個日期啊 是不是 因為說不定譬如說陪審員他要日期費幹嘛 也不是審判長通知他來領啊 應該是法院通知他來領的 對啊 但是那個傳票應該是 傳票應該是審判長通知的 一定有法院的官房 但是還有審判長的長 那我們就廣義說廣法院 但是我是建議是法院會比較好 那我們二十三條是不是就把審判長三個字修正為法院 然後照那個實力的黨團的提案通過 接下來討論第二十四條 二十四條 那個這個是在規範那個 別審員的選任程序 那淡書去引到法院組織法八十六條淡書啊 我們認為這個體力上是有問題的 因為我們法院組織法八十六條 他是在規範訴訟的辯論跟裁判的宣示 跟選任別審員啊 這是兩回事 我唸一遍喔 那個法院組織法八十六條 訴訟之辯論及裁判之宣示 因公開法庭行之 但有妨礙國家安全公共秩序又善良風俗之餘時 法院的決定不公開 那麼這個條文還有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說如果那個不公開的室友啊 只限於妨礙國家安全公共秩序又善良風俗啊 那麼對於陪審員跟備位陪審員或是 後遣陪審員的人身安全這個恐怕保護不著 就還是會有這樣的一個顧慮啦齁 主席 這個就是到底 因為我們都同意嘛 就是有一些例外的狀況 就像現在的這個法庭一樣 原則上到底要 原則上公開還是例外說不公開 還是說像施法院的版本一樣 這個全面都是不公開的這個方式嘛 那我們還是認為就是說 就是說公開但是要有一些限制的這個情形 或者是說如果不公開的話 是不是有一個保存選任的畫面 或有一些相關的機制啦 當然這個部分可以再討論啦 我們並不是堅持說你一定要公開 所以我們才會設有一個辦書的規定嘛 那因為現在看現在就是說審判 原則上就是以這個公判庭 就是說公開這個程序公開為原則嘛 那陪審制的國家他在選任的時候也是公開嘛 那所以我覺得這個顧慮是不是 因為民主長都會講說選任的時候會有什麼 會有壓力什麼之類的 可是問題是說刑事被告他本來在這個審判的過程之中 他就是跟國民法官 他就是在一個公判庭裡面去進行做這樣的事情嘛 對 24條的那個 終點就是 要不要公開 那其他委員意見呢 如果認為配審團這個部分 才會看到 那其他委員 那其他委員 家人 家人 這個 sais 24條你們認為還是要公開是嗎? 對就是 還是可以還是說就不公開原則上不公開 希望原則上公開 還是公開嗎 那個單數就是有個單數的問題 好那我們就保留齁 來蔡市長 24跟25條齁 那個除了公不公開的這個疑例以外 還有一個24條的那個第一項規定 跟25條的第七項是相互矛盾的 因為在25條的第七項 就是說這個顯認程序中 那麼窒息他的秘密或隱私的依法應於保密 如果是公開那在顯認程序裡面就 就沒有保密的可能 就是他知道了之後要保密 對所以這兩個是矛盾的 所以我們建議24、25一起保留 現在是公開啦 但是他要保密 那現在是說保密沒保密的話 有沒有處罰 公開也知道 好好 好大家都 那就24條25條保留 好接下來討論 26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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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不負理由 就是不負理由 拒卻啦 就是不選任 好 好 那我有沒有意見 這個在參審是28條 參審是28條 對不對 好 我有沒有意見的話 26條我們就照 時代力量黨團的提案通過 接下來討論27條 那個評議前指示啊 這五個字並沒有經過定義啊 評議前指示啊 這個試用上會有疑 評議前 好 才能解釋啊 他們才能解釋他們的版本啊 這條字保留好了 好 保留 我想問他那個跨領域代表之集體 審議那個什麼意思啊 這個 跨領域代表之集體 審議啊 這個 司法院可以知道嗎 好 我們會後再來請教邱委員 那27條保留 接下來討論第四節節明 陪審員即被為陪審員之解認 請問各位有沒有意見 沒有意見的話 節明就照時代力量黨團提案通過 接下來討論第28條 就解認 就解認 三审 三审 主席我們在那個 參審的時候 是不是因為說不聽從審辦講指揮這個事情 所以把他保留了 我們那個時候應該 那個是處罰 對不聽從他指揮 好 那28條 那個問意思也是說建議保留是不是 還是怎麼樣 我們參審的三十五是保留嗎 是這個原因嗎 不聽從審判長指揮 好像 有想一下 三十五條保留的 我查一下 這是第七款 這是第七款 那有沒有那個 那有沒有那個 還有第五款是那個 剛剛委員提到還有中間討論的問題 就是因為切爾大會 會中間討論 那如果他不聽的話 是不是就裁定解認 好那28條我們就保留 接下來討論二十九條 三十六 三十六 在參選 參選那邊 也是保留 是 國民參與前應審判法是三十六條 我現在想不起來 我剛說是 保留的原因是什麼 三十六 有 當初邱委員的意見是說 只有書面審沒有 程序保障是不夠 就是只有用書面 向審判長申請 辭去其職務 那就是當初邱委員的意見 那二十九條我們也保留 接下來我們討論 來吳委員 石耐力量的那個條文 對這個 解認的條件裡面 是十七條第一項 第四款到第六款 那其實第七款跟第八款 也是可能造成他無法 繼續擔任的 這個情況 所以這個在參審制的時候 七跟八是有放進來的 這邊是沒有 所以很想問 石耐力量的看法是什麼 是不是應該是第四款到第八款 大概就兩個 因為在 我們這條也保留啦 因為當初是說書面 那還有剛剛委員提到的那些理由 所以我們沒有做拍板 好二十九條保留 接下來討論第三十條 三十條 那個 說在沒有被位陪審員可以地補的時候 就裁定解任寄存的陪審員 那麼立法說明裡面雖然說這樣的機制是為了貫徹直接審理原則 但是這樣啊 很勞民傷財 再來就是 新選任的全體陪審員都沒有參與審理程序 那是不是要重新結問證人 重新做其他證據的調查 那麼證人如果啊 來了兩次 他講的不一樣 那要怎麼辦 就是 在陪審團他們的設計就是 你如果陪 陪審員不夠嘛 走到最後 那就是 等於 這個審判是無效再重新践行選任 所以他應該不會去擔心說證人來兩次 只是說 那個秘書長講的他來兩次講的不一樣 應該是以後來在新的陪審團前面講的話回主吧 只說當然這個會錯亂啦 那但是他的陪審的設計應該就是這樣啊 好 那來李委員 那李委員 那李委員想太多了 因為那個他miss trial之後 那個前面的部分呢 他就是不行的 所以他一定是在後面 那至於他講的不一樣的部分呢 兩兆之間他在cross exam的時候 他就是會有工房了嘛 你知道嗎 所以那個大概不會是 在陪審之下 他大概不會是一個問題嗎 那李委員 我三十條的部分齁 在後面就是說 在那個沒有被位陪審員可以 地補的時候 審判長要以裁定解任寄存的陪審員 再重新建行選任程序 我覺得這是會有問題的 因為會造成很多人會錯亂 會覺得說我上一次已經沒有參加 我這次無論什麼關係 然後又進來參加 我覺得這樣反而不是很公平 所以這就是我們前幾條在討論的時候 希望那個被位的這個陪審員 那個人數可以多一點 讓他可以繼續地補的原因 所以我建議這條就保留 好那就保留 來談討論三十一條 那個解任齁是喪失資格 跟植物中療是完全兩回事 如果把他併在一起 這個意義上是有漏差 那個 民主長你在講三十一條是嗎 你是說他裁定解任就是 就是 就是喪失資格 就是所謂的植物中療 這是兩回事 所以是第三款刪掉是嗎 那 需要把第三款 我看 我對照一下 對參審沒有第三款 好 好那我們是不是三十一條 我們把第三款刪除 然後修正 就按照修正版 通過三十一條 好接下來討論第五節 主席 主席 我的一個程序問題也是懸疑問題 第一個這個是時代力量的版本 那既然也不是司法院的版本 也不是行政院的版本 他不在我覺得我們好像在做缺席審判 這個我都是講笑話 我知道 所以我覺得說既然那個時代力量 他們一定要秋顯治委員來的話 可不可以稍微休息一下等他來 要不然就是我們問了半天問誰 我們講的答案都不準備 因為剛剛他要離席之前 他有跟我說 因為我們也是希望他能夠在場 那他剛剛已經說沒關係 就照竹條下去 他是客氣 可是我是覺得基於尊重 可是我們是沒有效率 因為他說不定回來看看 覺得我這一條不應該被保留 只是不知道他要多久才回來 可以問一下嗎 我覺得我們第一個尊重他 第二個這樣子對我們來講 也是不尊重我們 男主角都不在 我們要演什麼 我們每次都請司法院代打 也不對啊 司法院也不一定能夠代表時代力量 當然他絕對不笨 因為我們程序委會已經通過 說要審時代力量的版本 我們就尊重 那既然尊重了原則下 希望他還能夠講yes或no 或是我們意見都沒關係 但是就是一定要出來會比較好 他應該也會尊重大家的討論 好 我們是不是請那個黨團的助理問看 他有什麼時候回來 因為他剛剛要離開之前他有說 沒關係就請我們主條這樣 那我們先休息十分鐘 因為時代力量也有其他的委員不是嗎 看是不是可以回來一下 我們現在比我們來討論的是 也認真 他是我們記念的 偶像 那些辦公室 跟以前的委員會 班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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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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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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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